大家好 今天是8月11日 星期一是8月份第六個交易點 股市仍然反復低迷 先看看指數 早市行市先低於127點 去到24,743點 曾經一度再跌到24,633 即是指數再創了今個月新低 同時相對上星期五來說 亦都跌了237點 還好的就是沒有再進一步的估額出來 而且維穩的賣盤又滲滲滲地湧現 結果市便輕輕有技術上的後抽 一度上去24,837 但相對上星期五來說 依然跌了33點 市日當然是一個先高後低 暫時指數是由2號的高位25,639 跌到今早的低位24,633點 即是技術上今個月的波幅 已經擴闊到1,06點 但由於形態和技術上的指數 現在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即是屬於一個反復逐步下市低位的格局 所以暫時來說任何反彈都要面對短期 進一步下限的風險 另外10天線也跌穿了50天的平均移動線 雖然這個所謂的死亡交叉 沒有特別意義 但足以證明過去10天的市 都持續是反覆而大遠 講到這件事大家應該記得 由6月26日的高位26,234點開始 市便連跌7天 去到上星期四才有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怎料反彈完一天之後 翌日又再跌過 今日又再跌過 即是形態和走勢方面 讓我看到市有機會進一步逐步下市低位 只是在沽額不太明顯的情況下 它的跌起上來就緩步地下跌 沒有插水式的下跌 短期來說暫時就看看24,500 再下一點就24,000到24,28點 說真的 相對24,700的指數來說 2-3% 有一點大家應該看得到的就是 傳統經濟的股份大致上都平穩 例如好像是九倉 信志 太古這些 這些都是相對平穩 可能就快要通關了 有一點資金 輕輕做一些部署 至於友邦 匯控 中移動 亦都相對比較硬正 雖然股價亦沒有太大的憧憬 但最低限度的走勢 帶遠得來傾向於比較整固的形態 至於新經濟股就略為反覆了 包括騰訊 美團 阿里巴巴股價 都出現一個不同程度的反覆 跌幅就不是很明顯 但走勢真的一步一步的偏差 變成整個大市 暫時來說很難有太大的憧憬 對一些短線的投資者來說 其實現在這分鐘就不要抱著 一個今天買 我駁去明天有反彈 好了 真的反彈兩格到三格 你走還是不走呢 你不走的話 可能跌回六格七格 最好先忍著身手 暫時來說作一個觀望 看走勢已經知道了 由23,681反彈到26,234 市升了2553點 之後由這一刻開始的輾轉反覆 頭一輪你可以說急升後 有少少高台的消化 但跌到現在24,633點 由於已經跌離了 這就不是紀律上回調的市況 況且10天亦開始跌穿50天線 最低限度屬於市底的格局 穿不穿底 這個範圍是下回分解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8號 星期一 是10月份第六個交易點 故事還是反反覆覆 而且成交方面還是比較低迷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段恆生指數先低開 127點到24,743點 往後成績一路再低見24,633點 等於說在這一分鐘 恆生指數在創的這個月子新低 當然相對上個星期五來說 也回調了237點 還好估盤慢慢慢慢的減少 而且回穩的買盤又再出現 結果指數就有一點點的反彈 曾經一度在高見24,837點 可是還是回調30多點 整天來說大部分時間 恆生指都是在27,000多水平 進行一個整顧 從走勢方面來看 到目前為止 10月份還是一個先高而後低 指數是從2號的高位25,639點 回調到今早的低位24,633點 等於說這個月波幅已經有1,06點 說真的 1,06點的波幅不算怎麼樣大 還有一個月的高低位很少 同時出現在六個教育天之類 等於說只要先高後低的走勢不變的話 指數還是會有機會在進一步往下 尋找這個月的低位的 還有看看移動線方面 由於恆生指數現在已經 反復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等於說整個股市反復而帶緣的走勢 基本上是沒有改變 還有明天10天線可能就會進一步 跌圈50天線 等於說整個股市反復而帶緣的走勢 會進一步比較明顯 從整個股市的走勢方面來看 其實我也不覺得會怎麼樣大跌 可是現在看起來 由於買盤不足夠 而且投資者的信心也相對來說比較低迷 所以變成來說只要有一點點稍微偏淡的消息 事情出現 股市已經會進一步反復了 目前比較關注的就是內房的債務的問題 說真的 其實從恆大開始到介紹業 已經看到一種內房股 現在來說的到期的債 要是沒有辦法付上那個利息的話 就等於說事情會比較複雜 而且市場一定有一個負面的反應 再看看 傳統經濟股份其實來說表現還是不差 像走龍昌 還有泰谷 還有信和資源 還有惠宏 友邦 雖然說股價還是有一點反復的代言 可是沒有太大的固壓 當然包括中移動在內也是 可是新經濟的股份就有一點點的反復了 譬如說像騰信 阿里巴巴 京東都會有一點點的高台的反復 由於他們像騰信 阿里巴巴 跟美團點評 都是恒生使用成分股 要是他們的股價有一點點反復而代言的話 對股市來說還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總的來說 現在投資者最好還是稍微等一等 因為從26234點 這個是10月26號的高位 開始的回調 大家應該記得 股市首先是七天的下調 到上個星期四才反彈一天 好了 到星期五今天又再出現一個回調 等於說在過去這麼多個交易天 故事只是上升的一天 其他的時間都是不斷地往下反復的 這樣子看起來 最好還是盡量保留現金 我們少等一下 此次要擺脫不斷往上尋找地位的走勢 就是首要的條件 今天來說就要回升到50天線以上 明天開始當然是比較關鍵的是10天線 一天還是走在10天線以下 等於說指數還是走在所有的平均移動件之下 這樣子看起來 我們盡量保留現金在手是比較好 好了 下午分析就收到結領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們安眠太陽 我會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